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藝術家透视,感受藝術人生 身处加拿大的华人艺术家 拥有十分独特的创作环境 这里美丽的风景为他们提供了灵感 多元文化的背景和体验 令他们的作品变化多端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另一位华人艺术家 傅靖 加拿大华人艺术家傅靖 擅长写实风格的风景油画创作 亦尝试而且成功创作了一系列 以树根为主题的抽象艺术 而在绝大部分的作品中 风景和自然都是附证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我出生在上海 每次到郊外去我就非常喜欢 可能也就是因为我出生在大城市 非常喜欢这里的自然风光 我感觉好像就是自己感觉更近了一些 当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我应该画些什么东西 是我能够长久画下去的 那当时我就也很盲目地画了一些 后来发现我就对风景非常感兴趣 身在加拿大 随处可见的自然美景 赋予艺术家无限的创作力 很喜欢开车兜风 有好的风景我就自己拍一些摄影作品回来 然后在画画的时候呢 我喜欢就有一些音乐 让自己就是说能够脑洞大开 能够自己有一种想象的空间 就是几张作品那个摄影作品 然后把它串起来一起 把我想表达那个感觉整理一下画出来 除了风景的描绘 傅政亦尝试进行抽象绘画的创作 将更多自己的感受融入到画作之中 我的抽象树根系列呢 其实一直是我风景的延续 所以有一种就感一种愿望嘛 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自己的想法注入到画面上去 那我还是画我的树的主题 我的分景画都是以树为主题的 那树根呢也是以树为主题的 它只不过是就是说 带有一种抽象的形式和抽象的颜色 把自然界当中的一些颜色呢 就是单一简单化 就是说形式上更简练 逆流而学 和你停课不停学 在之前的两集节目里面 相信大家都跟着大只仔Martin 学会了不少健身动作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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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